爸爸你又在干什么 我在给之前地栽的草莓铺上防草膜 老伙伴看了我上期的视频 问顾老师你地栽的草莓怎么不铺膜 铺膜的话到时候有蜗牛还有其他的昆虫 会去吃草莓的果实 当然要铺的 你看我这不就是铺上了吗 我没有选择那种 年轻人 而是选择的这种防草垫 接下来升温也会比较快 如果铺黑色地膜 存露天种植的话 可能会多少有点问题 像我这样先给防草垫开合适大小的孔 然后一颗一颗的套在地栽的草莓上就可以了 全部铺好以后 可以用固定签给它固定 当然也可以像我一样 用石头再把它压压实 这样的话可以防止风把它吹走 就这样固定好了 后面的话我会继续给大家持续的更新 这些地栽草莓的长势 还有病虫害的预防 等等等等 大家下次再见 我会在这边持续的给大家更新 盆栽地栽花卉果树的种植小金叶 我会在这边